麻衣三岁儿惊传身体出状况王文杨淼妃日本,婚变后她稳坐豪门媳妇完全不受影响。 麻衣2014年代求嫁给了身家30亿元的王权人,没想到婚姻亮红灯两人分居。 麻衣成为了伪单亲妈妈带着宝贝儿子飞往日本疗伤,麻衣与王权人婚姻出问题的原因众说纷纭。 据悉是因夫妻不和,王权人更是彻夜未归过家门而不入,让麻衣相当心碎。 王权人更与前妻一直保有不错关系,谢公公王文杨对前媳妇也是彭爱有加。 可见麻衣当豪门媳妇可是当得相当辛苦。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。 根据EDTraday星光云报道,有一次麻衣三岁儿子身体出状况,让公公王文杨秒非日本探视。 原来是金孙感冒发烧相当不舒服,虽然麻衣与王权人婚姻出交。 但因为孙子的关系,王文杨对麻衣仍照顾有加,现见麻衣豪门媳妇地位依旧,丝毫未受婚变传闻影响。 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。 而麻衣能稳坐豪门媳妇的关键原因,则是她相当遵守豪门规则。 婚变爆出后她始终不开口谈任何细节,因为她知道若想保住豪门地位,得必须相当的低调。 因此完全不发表任何想法,只有麻衣身边的蚝友有透露麻衣过得相当辛苦,常常找蚝友们诉说内心的委屈。 许多人以为嫁进豪门就可以爽过贵妇生活,但一入豪门深四海,哪有这么容易呢?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。 麻衣最新的近况,则是出现在好姊妹爱莎的照片中。 两人一起去赏鹰拍照,对着镜头露出甜美微笑,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。 行踪十分的低调,金孙发高烧让王文杨婉如朝人一样直接飞过去探望,可见婚变不断也松情,虽然媳妇与儿子相处不好。 但是对于麻衣及孙子,王文杨婉如朝人一样, 王文杨婉如朝人一样, 据悉王文杨只要一有空,就会排时间去日本探视母子俩。 仍付出多心力,也希望麻衣在日本好好加油,独自带孩子一定相当辛苦。 希望麻衣好好加油,独自照顾孩子一定很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